新北的矽金萬選區立委大戰 現在選情來到了烏烏波 真的是非常激烈 而民進黨立委賴品瑜 是再度召開記者會 要指控對手廖先祥 碩士論文根本是線上車 候補票 痛批他根本沒有交論文 卻可以順利口試 是違反了學術倫理 但對此廖先祥也正面反擊 你就是一個貪污 論文造假 造謠聲勢的草包 痛批對手廖先祥 根本就是草包 民進黨新北立委候選人 賴品瑜活力全開 拿出證據質疑 廖先祥的政大碩士論文 是先上車候補票 你的論文是有時光機嗎 廖先祥是在他學校 規定申請口試的期限之後 才開始做他的第一個訪談 過去民進黨挑戰台大失敗了 現在還要派賴品瑜來挑戰政大嗎 廖先祥話說的酸溜溜 賴品瑜指控2018年 廖先祥在7月7號才完成訪談 7月13號就立刻交出論文進行口試 時間相隔只有短短六天 以違反口試前二十一天要上傳論文的規定 懷疑其中是有蹊跷 你根本就沒有訪談過任何人 論文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分析 你要怎麼可能去邊寫邊修 收集相關的證據之後 我們會一併向政治大學的社科院檢舉 論文的內容本來就是邊寫邊修 並且依據指導教授的建議來做調整 他們拖到最後才檢舉 就是他們知道他們的檢舉 是不可能通過的 兩人隔空交火 賴品瑜更發現廖先祥的研究案例 就是國民黨新北市議員陳怡君 但怎麼這麼剛好 陳怡君同事擔任廖先祥的口試委員 被認為是違反了利益迴避 你把你研究分析的模板 找來當口試委員是為了什麼 是不是想要讓這個口試委員高抬貴手 方便你來拿到學位 謝謝賴品瑜 在訴訟的選舉過程中 增添了許多歡樂的氣氛 政大聘請口試委員有相關的程序 沒有私相收受的問題 論文有沒有問題 雙方各說各話 新北矽君萬選區戰況焦灼 賴品瑜 廖先祥兩名正二代 在這場立委選戰 從綠能 違建 戰鬥論文 打得越來越激烈 記者綜合報導